大家好,我是金阳光 万众期待的安卓自动化提高篇第二季的第一讲终于出炉了 在上一讲和第一季录里面 我给大家重点谈了一下 安卓的自动化框架 基本上开源的都在里面 基于空间的 基于点触的 就差一个基于元素的 然后那些没有学过自动化的朋友可以先看第一季 第一季的话 主要是一些最基础的一些路门的原理 如果你是没有学过开发的 或者你想要将进入安卓自动化框架学习 最好是先从开发学习 学会了以后就可以看第一季了 但是第一季的话 很多地方我没有讲清楚 然后第二季的话 我就重点去谈一下 那些主流的自动化框架的核心技术 这一讲我先卖个关子 本来有个目录的 目录的放到后面 就是说你经常去面试的时候 去大公司 或者去华为 像去中心 或者去腾讯 这样的公司面试 经常会有些面试官会问这样的问题 或者他给你张卷子 然后出一张题目 出一套题目 然后其中有道题目是这样的 他怎么在APP里面做event 时间流 对不对 实现一个touch操作 或者滑动操作 按键操作 等等等等 是吧 然后很多人 面试着他会写以下的答案 第一 第一他就会说 我直接 获取到device对象 然后touch就好了 当然 一看你这样说的话 就是肯定是用了marking runner的类 对吧 所以说这样的回答是对的 是吧 说明你会用marking runner的工具 是吧 去实现这样的touch操作 有些人回答会是这样子的 我比较熟悉 基于空间的自动化框架 Lobting 是吧 它里面有个solo类 是吧 solo类里面有很多方法 是吧 很多方法去查找空间 是吧 去点击这样一个视图 然后把那个 他的sign传进去 是吧 通过他的 byid的方法查到他 又可以实现 点击操作 对不对 这样也是对的 对吧 还有一些人回答 他说 我熟悉的是蜜蜜蜜 网页上的自动化 是吧 在安卓上面也有个 sign传进版本 叫安卓dry的 是吧 它里面有核心的driver 是吧 只要拿到 什么IE的这个driver 或者火狐的driver 或者是UC的driver 是吧 你就可以去file的element 也调用这个方法 也可以实现 对不对 你们回答全部是对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遇到一些 比较 比较苛刻的面试官 像我这样子的 我还是会问 同样的问题 当后面有个夸户 有个夸夸夸号 就限定条件 不允许你用任何开源的 和不开源的自动化框架 就是我第一句讲的那些 自动化框架 你统统不让你用 就Apple那都不可以用的 是吧 咖啡那是更不能用 是吧 Monkey都不让你用 是不是 然后写上这样一句话 是吧 80%以上的面试官 那种 那种学员 是吧 来面试的人 那就 应聘着就傻眼了 对不对 然后其实我一说这样的话 很多人就 如果懂的人 他就应该知道了 他想知道 他就是知道 我想让你说什么 对不对 利用那种柯兰的话 就说他真相只有一个 是吧 然后很多人他说 如果我非要这样做 那平时我们根本就 不会这样做 因为你要我去写底层的一些框架 去实现方法 是不是 这样的平时的话 在项目很紧张的时候 如果我去这样做的话 是效率很低 是吧 我说对的 但是你如果作为工具组的人来说 是吧 然后让你去实现底层的原理的话 这样去做的是很有必要的 是吧 我就是说 所以说这堂课的话的目录 第一就是影子 第二的话就讲的instrumentation 是吧 你要这样做的话 就是今天这档课的主题 就是去用instrumentation 是吧 谷歌的积累 去完成我刚刚说的那样一个题目 好 现在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课程 是吧 万能的instrumentation 是吧 就拿着我刚刚那道题目 是吧 怎么样去实现touch 是吧 还有键盘事件 还有滑动 等等等等 是吧 然后你去打开开发文档 是吧 谷歌的开发文档 我把那些英文把它翻成中文了 是吧 他说instrumentation 是执行在应用程序里面的一样 这样一个机类 是吧 当这个应用程序运行的时候 是吧 他就已经处于开启状态 是吧 在我前两天 YY分享的时候 已经详细的 是吧 介绍了zygot对象 是吧 还有system servers 他们启动的时候 就已经把它 是吧 他会启动 java虚拟机 debic虚拟机 然后再去启动 instrumentation 他启动 他的时候 他会在activity 那些 什么 servers content provider 等等的 适当组件 之前 他就会启动 是吧 所以说 他会在这个APP 之前 去初始化 通过他 可以监控 应用程序 和系统之间 的这些交互 的变化 他所有的都能监测到 包括应用程序的属性 activity的属性 是吧 特别是你还可以给 给系统注入事件 让系统急进程 来完成 一些你想要的操作 是吧 然后呢 他怎么用呢 是吧 这个instrumentation 这个 他实现是通过 那个manifest的清单 里面去加一个标签 是吧 待会程序里面 会详细给大家说 是吧 然后 第三个 就是他的一个特点 他有点类似于 一个hook 是吧 勾子函数 是吧 去监听器 是吧 用观察者模式 去观察 所有的对象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待会再详细跟他讲 这个就是你 做自动化的时候 你要去用到 instrumentation test case 然后他就是 继承了 是吧 JUnit 3 对不对 就是说他 里面还可以用 JUnit 去写Android 自动化的小程序 是吧 然后具体怎么做的呢 是吧 首先你要 你要去 做一些准备环境 是吧 下载SDK 是吧 把一个隶属下载下来 装好JDK 等等等等 这环境搭建的工作 这个就不讲了 是吧 然后就开始写APP了 这里我写了一个APP 也就是备测程序 是吧 我这里写了一个备测程序 这个备测程序呢 我运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备测程序很简单 是吧 我已经装上去了 是吧 我装上去了 是吧 就是一个 Instrumentation test 这是我的APP 我写了一个APP 是吧 待会我要用 我要用Instrumentation的测试代码去测试这个程序 是吧 这个程序很简单 是吧 然后我这里有打了标签的 它大概就是几个小功能 是吧 点这两个按钮 没有任何反应 是吧 当我点OK的时候 这个test会有会发生变化 看到吗 按下变红 按下变绿 按下变红 按下变绿 就这样子 然后你每按一下的时候 它我输入了有log 是吧 我这里有log 它打印 它没打印出来 是吧 它这里没有显示出来 应该是可以 我清一下 然后我点一下的时候 它这里会加log 行 这个程序就不详细给大家讲了 是吧 这里面 这里面有个 有一个是吧 XML的布局文件 是吧 布局文件里面是用的是吧 相对布局 是吧 有三个按钮 对吧 四个按钮 是吧 有两个testwill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按钮是干嘛的 这是我下一堂课要给大家说的 实现触屏操作 看到吗 我就点很多次 下面就会有这个计数器 是吧 它其实不是说点button 是讲一个touch操作 这一次这节课就讲怎么样去找到这个空间 去去点这个button按钮 这段课是上 下下段课会讲下 然后这里有几个布局文件就不详细说了 是吧 然后这里onclade的方法里面 是吧 就调用我刚刚这个布局文件 是吧 最后的话就写了几个按钮的监定器 是吧 然后点这个按钮 就让它变变color 是吧 这非常简单的一个APP 是吧 好 然后在这APP里面的话 我就写了另外一个包 因为intermentation 它也是可以嵌套在你的APP里面 是吧 直接就作为你的程序的一部分 是吧 以后我测试完了以后啊 你版本要发布的话 你直接把它按右键 把它删掉就好 对不对 再把它删掉就好 所以说你起另外一个包名就好了 是吧 你要用到instrumentation的话 也就是我刚刚上面的 这个PPT上面写的 你要在 你要在这instrumentation 这个 在xml manifest里面去 去声明这样一个标签 是吧 这个标签是什么样的呢 是吧 就是这样子的 是吧 我这里打了注释 是吧 永远要这样写 是吧 它这里会去导入一个 这个命名空间 也就是包名 是吧 它是在Android Test Instrumentation Test Render里面 这样一个标签 是吧 你这个标签一导入 就说明我要用到instrumentation 这样的一个测试框架了 是吧 它是一个测试机内 对吧 不是测试框架 是吧 测试框架是instrumentation Test Case 那样才是一个测试框架 然后这个里面是个非常关键的 是吧 目标的包名 目标的包名就是我要测试程序的 包名 对吧 我这里是 阳光是吧 这个包名就要你和这个备测包名一样的 如果你要写在另外一个APP 是吧 我如果你觉得这样写不好 我要再写一个APP-test 就另外一个工程 你新建另外一个Android工程 然后这里面写 也是要写这个包名 只不过你是不同的程序给它发 是吧 发一部通信 是吧 这样的话必须得签名相同 对不对 这个在那个lobting里面讲的很详细的 这个地方永远是这么写的 是吧 但是你要记住 这个instrumentation是在application这个标签以外写的 就是放在这个标签外面 对吧 应该是在外面 对吧 不应该写下面 对不对 外面 是吧 好 声明了这条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写 instrumentation的这样一个设置框架了 是吧 然后这里面我先进了一个工程 先建立了工程 是吧 这个工程你随便怎么写 是吧 最好写instrumentation什么test 对不对 是吧 随便怎么写都可以 是吧 写完了以后 先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吧 是吧 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到底能干什么 对吧 它到底可不可以做 我刚刚的那个点击操作 是吧 然后你写完了以后 就run as 是吧 Android JUnion的test 是吧 先把它推出一下 没反应呢 有反应 等一下 有点慢 我喝口水 稍微等一下 怎么还没反应 我看一下这个console 已经好了 对吧 已经好了 是吧 看到吗 它已经发生变化了 有些人他说 为什么它 按下去的时候 那个这个颜色 它没变 就是说这个 这个效果图 它没有 为什么我刚刚这个程序 它已经在跑了 按照你跑的时候 它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有个效果图 是吧 高亮图 是吧 为什么没有 待会你看 看我代码 你怎么写的 你就知道 我再演示一遍 可能大家没看清楚 是吧 这个地方 我有抓了log 我把它清掉了一遍 然后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按右键 run as Android JUnion的test 是吧 我把它带回去 等一等 稍微有点慢 它要启动 instrumentation 是吧 这是牺牲的性能 为代价的 你看 我这已经点了 点了五个 这个button1 然后再点了两下 OK 是吧 好 然后重点去讲一下 这个代码怎么实现的 首先 你要建立一个加瓦工程 是吧 加瓦的 加瓦的类 是吧 然后它继承的是这个instrumentation test case 这个先大家不用管 待会下的话 我会详细讲它 然后的话 每个地方我都写注释了 是吧 就是声明一个 是吧 声明一个 activity 是吧 activity 是吧 run run instrumentation 是吧 instrumentation instrumentation 找到 找到目标 的 apk 的 那个 activity 是吧 因为这是空的 待会我要 去用instrumentation 去找到 你要被测的是 哪一个activity 是吧 然后下面是 是吧 声明 声明两个button 对吧 两个button 然后声明这两个button 以后的话 也是后面 后面会用 是吧 file will byid 是吧 id方法 去找到 你想要 点击的 空 键 这个空间 空间就button 对不对 是吧 是吧 应该叫button 空间 是吧 b-o-b-o-t-t-o-n 是吧 在网页一般叫button 元素 是吧 这里要提一下 这里全部是用的空间 我都还没有用坐标 对不对 是吧 然后这里是声明 一样的 声明一个text will 一个文本框 对吧 声明一个文本框 空间 是吧 是吧 后续 用来 是吧 用来 获取里面的文字 文字做 做对比 对不对 是吧 什么做对比啊 也就是判断点 对吧 也就是asset 断元 是吧 很多人问他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用asset 断元呢 assert 对不对 er t 是吧 用asset 断元 是吧 如果是断元错了 那就证明这个脚本好失败了 是吧 你就要看日志了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关键的地方来了 是吧 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写 也可以不这样写 这段课 这个是下段课要讲的 我把它注视掉 是吧 下段课要讲的 是吧 这里是为了打日志的 方便打日志观看 方便 方便在 是吧 ddms dms 一类的setup 是吧 方便的setup 方便是吧 方便是吧 然后这里就是 初始化 初始化一个intern的请求 是吧 这个intern的请求 就是安卓非常重要的开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是吧 一个非常重要的类是吧 有了这个请求 你就可以传递你的开发者的一个意图 通过这个意图 你就能够获取很多很多对象 是吧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setclass 是吧 你可以看setclass干什么 是吧 它是很方便 可以去调用这个组件这样一个方法 setcomponent 是吧 然后可以找 通过这个 这个包名和类名 去去找到这样一个 就找到这样一个app 找到这样一个app 就可以找到它的一个上下文 对吧 找到上下文 就可以获取它的activity 是吧 去方便 可以说调用 是吧 调用set 是吧 setclass那样的方法 是吧 那是方法来调用 是吧 来来调用 应该是方法来 来让 来让intent 来让intent 知道 知道程序员 的 参数 是吧 这个参数就是这个 你要被测的包名 是吧 然后这个包名的话 包名后面就这个类名 是吧 这个类名就是man activity 也就是我这被测app的 我被测app的这样一个类名 是吧 这两个类名千万不能错 待会我随便改错 给大家运行一下 它就会报异常 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吧 这个是set标志位 是吧 这设置 设置intent的标志位 是吧 设置intent 的标志位 是吧 这个标志位 什么意思呢 是吧 它是以new task的 这样一个方法 是吧 new task的这样一个模式 去启动 是吧 因为你 你如果没有这一行 你不设置这一行的话 你可以注视掉 是吧 它还是可以用的 是吧 它还是没任何影响的 但是呢 它是可能是以标准的 这种模式启动的 是不是 是吧 因为activity 它去启动 它的intent 就intent.setcard 去启动另外一个跳转的 另外一个activity里面去的话 它会有四种 四种模式 是吧 有什么堆栈模式 是吧 标准模式 是吧 单立模式 是吧 这是其中的一种模式 是吧 来设置activity 的模式 是吧 好 然后设置完模式以后 就是今天的关键的地方 前面都是 是吧 anjio开发的一些知识 对不对 如果大家听不懂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 买一本anjio开发的书 看一下就好了 是吧 然后的话就来了 今天的一个关键性的方法了 是get instrumentation 是吧 这个get instrumentation 就是一个 是吧 你打开开发文档 是吧 get instrumentation 是吧 看到吗 它就能够去 是吧 得到 是吧 得到这样 instrumentation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实力 对不对 是吧 有了它 你可以认为 就是我拗了一个instrumentation 你可以认为 我做了一部这样的操作 是吧 做了一部new instrumentation 我刚刚注释掉的 你等于我做了一部这样子操作 对不对 new了一个instrumentation 是吧 new了一个instrumentation 我就可以用instrumentation里面的一些方法了 对不对 你就可以打开这个开发文档了 是吧 这里面就是一个instrumentation的 这就是一个instrumentation的 这样一个类 对吧 它是在android app里面的 是吧 所以它在app之前启动的时候 它就已经初始化了 是吧 然后它就会去 去用同步的方法 是吧 去开始这个activity 是吧 你可以去查一下它这个方法 是吧 有没有这个方法 有没有这个方法 这里 这里 对吧 instrumentation 对 没找到这个方法吗 start activity synchronize 是吧 它肯定是这里的方法 是吧 对吧 刚刚它这个搜索不好使 它说开始一个new 新的一个activity 是吧 在它在这个程序 在activity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它就已经要开始 等它来 对不对 说白了 说白了 这个instrumentation 它会启动这个app的框架 是吧 启动这个activity还没进去的时候 我就要去得到这个activity的一个状态 说白了 就这个意思 是吧 然后这里的话 它得到的是这样一个 是吧 一个操类 是吧 也就是一个对象 要把它强制转换成这样 这个activity 是吧 强制转换成这样一个 man activity 是吧 它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 负类的对象 是吧 指向指类的一个引用 是吧 你强制要转换一下 是吧 转换一下 这里 我再注释吧 简单点话说 简单的说 就得到一个 得到目标测试的app的被测 被测 对象的man activity 是吧 man activity 为什么它要得到这个man activity 你首先你要去看一下 这里面 对吧 这里面的话 你每一个activity 它会在这个android manifest 这样一个投文件里面去注册 注册的时候 这边里面 你看这是前面是包名 对不对 这就是man activity 注册了以后 它会写intern的filter intern的filter 就是一个过滤区 它的动作就是说 我是第一是 这个动作是man 就是它的一个 首页面 就一个程序 它要进去的第一个界面 是吧 然后它怎么样启动呢 是开机 它就自动的要启动的 是吧 当你登录的时候 这个catalog 是吧 这样一个归类 归类像 它是你要去进录它的时候 就得 就是应用程序启动的时候 它就得去启动这个man activity 所以它自动的给你启动 它怎么启动呢 就是靠intern的filter 如果我把它删掉以后 它就启动不了了 是吧 它就在 在你安装那个下 根本就不会启动了 除非你手工去点击 跳转 那是可以的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我知道这个程序 运行的时候 自动的就会 自动的就会弹出 就我没有点这下操作 它自动的就会到这里 是吧 这个man activity 如果这个应用程序 有很多个activity 是吧 有十几个 是吧 那你总得指定一个路口 对不对 这个路口 就是这个主界面 这个就我认为它主界面 所以说 这部就这个意思 是吧 启动被测程序的 主界面的activity 是吧 好 然后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是 是吧 获取是吧 通过 以下三个都是 通过 以下三个都是一样的意思 通过 file 我有8ID 这个方法 通过这个方法 是吧 获取空间 空间的ID 对吧 ID对象 是吧 是吧 我file 我有8ID 是吧 然后这里 它会在布局文件里面 不是布局文件 它编译文件里面 是吧 编译文件里面 有个点R 是吧 还有个点R 是吧 点R 里面就是所有的空间 全部在这里 它会自动的 给你编译出 那个是吧 16精致的是吧 你看 这就是 是吧 这就是我那些button 是吧 还有test就这个 是吧 我如果按住counter键 也会跳转到这里来 可以看我 如果按住counter键 是吧 自动的给你跳 跳转到这里 它会跳转到布局文件里面来 然后你真正的 它 它真实的那个身份ID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R文件 是吧 或许到了这个ID的话 我就可以对这个ID进行操作了 对不对 然后正式进入今天的 就是test case 也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演示的这个demo1 是吧 demo1 对不对 今天只演示这个demo1 怎么样实现找到一个button 是吧 然后去点击它进行操作 好 然后这就是demo1 是吧 测试1 也就测试demo1 是吧 和PBT的对齐吧 这个demo1是这里面 就这一点 这一点 这一点脚本 写了些什么呢 是吧 它的它的功能是干嘛呢 是吧 功能是干嘛呢 是吧 方格选 是吧 方格选是点击button操作的实现步骤 是吧 点击button操作 就可以是吧 然后这个脚本上 我为了测试它的健壮性 是吧 也可以说是测试程序的稳定性 是吧 可能稳定性可以这么说 稳定性 是吧 点击它N次 这个N给它设置5 一百一万都可以 是不是 是吧 我这里设置了五次 然后呢 你要记住 每一个test case 你可以去打它的annotation 是吧 原标签 是吧 就annotation 是吧 你可以smoke 是吧 一般是写smoke 是吧 smoke肯定就是要被测的 是不是 或者你可以是吧 哎呀 这个机器有问题 smoke 打它smoke 就表示它要被测的 是吧 然后你也可以打上它标签 是吧 我不去测 就是说 你可以是ignore的 是吧 ignore 没有ignore 也可以是用 你打上不同的标签 是吧 你执行接union的时候 它就会逐个判断 在这个程序之前运行 还是之后运行 你看这里有个 是吧 这个setup是这样 然后这里有一个 是吧 是吧 end 是吧 待会就下载会再讲 然后的话 这里 因为它会抛出异常 所以说你是 flow的一个submission 是吧 因为你具体也不知道 它是什么异常 是吧 然后这里是干什么呢 是吧 循环点五次button 对吧 这个里面 循环 循环点击五次button TTOM 是吧 这个button呢 你可以点击 你界面上所有的button 对不对 它具体怎么实现呢 其实也很简单 是吧 我先new一个instrumentation 是吧 然后去执行 去用 去同步的去执行 这样一个方法 是吧 它会告诉你 是吧 去调用这个应用程序的 主线层 是吧 这个方法你可以去 去查一下 是吧 去查一下这个方法 哎呀 不在这里 对 这个 是吧 这个 去执行 去调用应用程序的 主线层 是吧 是吧 直到它完成是吧 要不能它是一个 阻塞性的方法是吧 这不很关键啊 它是一个阻塞性的方法是吧 什么是阻塞性的方法 就是我如果这个点击它timeout的话 是吧 主线层也就在那里 我没有响应 是吧 嗯 我就写一个是阻塞 是阻塞性的方法是吧 听到喉咙一点不舒服啊 是阻塞性的方法是阻塞性的一个方法是阻塞性的方法是吧 如果如果是网络下载按钮的话会出现是吧 是吧 ANR是吧 application not response 对吧 这应用程序没有响应会出现一个timeout 对不对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里面会传什么 它会 它说传 传一个是吧 传一个线程 是吧 这个 这个线程 然后你就要去写一个是吧 performance 这样click的一个线程 是吧 你直接new一个rendable对象也可以把它丢一起 但是呢 最好不要这样做是吧 你把这个方法分开来写 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是吧 然后这边有一个是吧 类是 去继承的 是吧 去实现了这rendable 它就是一个现成的对象 然后你去复写它的乱 乱方法是吧 最好是加上override 是不是 是吧 如果你不小心写错了 是吧 是吧 最好是加上override 是吧 是吧 如果你不小心写错了的话 是吧 他会提示你是吧 比如说你1 是吧 是吧 他就会提示你错了 是吧 这个地方的话 他就调用了一个是吧 这个button是谁呢 这button就刚刚我说的是吧 他呢 是吧 button就他呢 这个这个button呢 这个这个button就是我要去传进来的那个button 对不对 这个button的话 我不是找了很多个对象吗 看吧 我找到了很多有两个button 第一个button就是 第一个button就button1 是吧 我这个这个button我没用啊 就我传两个对象 他或者他 就是OK和button1 是吧 然后你把button1传进去 是吧 是吧 循环的点击5是button1按钮 是吧 应该是这样行 是吧 我把8.1传进去了 是吧 他就会把这个ID传进去了 是吧 那个使用进去的ID 是吧 然后下面就是循环点5是OK按钮 对不对 点5是OK按钮 对不对 嗯 然后点的 点他的时候 他会执行什么呢 他会去执行一个performance Click 他这个方法是在 AndroidView里面 就是在那个 就是在AndroidView 他他不是在APP里面 他不是instrumentation的一个方法 是吧 他是View里面 他说他可以去调用这个 是吧 OnClick这样一个点击类的监听器 是吧 这个点进去 他说如果他被定义了 就是说这个Button 他如果是被定义了 是吧 里面有直 他就会正常的去执行 是吧 他他说可以去执行这个事件 是吧 他会会会去执行这个点击这个事件 调用的事件 是吧 他都会都说会 与Click相关 是吧 点击事件 对吧 是吧 他说如果 他是已经被调用了 就会返回Q 如果是他没调用了 就返回Force 是吧 他就是不是 他是Click 他是因为他是点击的Click 所以说没有你刚刚看到的效果图 他不不像我们这种 这种点击 他和我们这种鼠标 按你按键点是不一样的 他直接去调用那个接口 他根本就没有走到UI这层来 这讲的深层的一个原因 就当时刚刚为什么你看这个脚本在运行的时候 是吧 他没有这种点击的对象 是吧 如果要这样做到的 那怎么做呢 那下堂课会告诉大家 对吧 好 然后的话 这里这里就是休眠的 就是你每点击一次的话 我最好让他系统让他休休眠 休眠一 休休眠一千毫秒 对吧 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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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系统失踪 是吧 让他休眠 是吧 中断一下 要不然你 呃 看日子 这里清掉一下 也就是我这个程序就点击了五次 这样一个Button1 再点击了两次 这个OK 所以说他会打印出七条日子来 对不对 安卓结尾有点击的TES 待会这里就可以看到有日子出来 这个地方 是吧 等一下 我喝口水 今天喉咙有点痛 你看点了五次 是吧 点击了五次 Button1 后来又点击了两个OK 是吧 ButtonOK按钮 是不是 然后他这里 就执行通过了 是吧 当然了 我们怎么样执行通过 这是其实我没有去断言的 如果我们要加判断点 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加了 是吧 我怎么去判断这个程序正确的运行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怎么知道他点击是在这个界面呢 对不对 是吧 我怎么点击了OK 这个东西跳转到这里来了呢 那我就要去判断 有没有这个按下变红这样一个 是吧 我点了两下 应该是获取到按下变绿 这样一个文本框 是不是 然后我就断言一下 是不是 那我就asset equals 是吧 equals以后 其实这个地方可以不用休眠这么长 休眠 休眠一秒钟就好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按下变绿 就是 然后我再去text will get test 是吧 去得到这样一个实际 然后拿这两个去比较 是吧 那stream.equals 比较完了以后 然后它就会 如果是正确的话 就变绿 如果是错误的话 是吧 它就会 它就会变红 对吧 再运行一遍 是吧 肯定会变绿 是吧 待会我把它改错一下 它肯定会变 肯定会变红 对吧 等一下 它启动这个性能会有一手下降了 很慢的 我机器也可能比较破了 这个模拟器也是比较新的 是安卓4.2的模拟器 是吧 那也比较卡 大家就是说这instrumentation 这个instrumentation 空间不足 这个instrumentation 它可以兼容任何 任何的安卓自动化 就是任何的机型 它不区分什么二点几槽的系统 二点二或者是三点几 四点零 四点几 都是支持的 对吧 它不会像现在的 比如说UI Automation 是吧 只支持4.1.1以上 是吧 instrumentation 它支持所有的版本的操作系统 是吧 至少 2.0的 2.1的我都试过 可以 是2.0的这里没有了 是吧 好 我这里 这个地方就把它改错一下 是吧 如果是 如果是我 这个地方 是我按下变红 是吧 那肯定就是有问题了 是不是 然后有问题的时候 它就会打印一条日质出来 是吧 待会这个这样就会有问题了 给大家看一下 好慢 好慢 等一等 所以说做程序员 或者做测试 是吧 要耐得住寂寞和等待 等待的时间是非常痛苦的 好 然后它点击两下 应该是按下变绿 对不对 是吧 然后它这里判断是按下变红 是吧 然后它这里会 这里还会有个提示 是吧 它说 对比失败了 是吧 是吧 期望只是按下变红 是吧 实际是按下变绿 然后它还框住你是这个绿和红变 看到了没有 是吧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我把它拖一下 看到了吗 是吧 它说 JU的这个框架对比失败了 为什么对于是呢 期望值是按下变红 是吧 但是呢 是按下变绿 所以说 只要这个东西变 变红了 你就会去发现 肯定是有问题了 是吧 变绿的话 我们看都不用看 直接看绿了 我们就认为过了 是吧 所以说有这个东西还挺方便的 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刚刚这个大家能不能明白 就是做断言就当做你的眼睛做判断点了 对不对 然后具体哪里做判断点呢 这个需要是吧 你们找几个是吧 测试工程师评审一下 是吧 我不可能每个点都做判断 是吧 在关键的地方做判断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把它改 改错 比如说把它 把它是吧 随便写 写错一个1 是吧 它就会报错了 是吧 给大家看一下 就set as class 它不能随便写 你不能写一个其他 它没有的报名 或者是写一个其他应用的报名 是吧 什么.com 点什么Android QQ 什么微信那个报名 那千万不能乱写 给大家看一下 肯定会报错的 报错了 不可怕 那你要看提示信息以后 是吧 看到提示信息以后 去查找它的问题就好了 好慢 稍微误造 它都起都没起来 是吧 它就会 它就说 Java的运行时 它会有报个异常 看到了吗 它会报一个错误 它说 这个是run type 运行时环境的异常 它不能够去解析 这个activity请求 是吧 你一看这个就知道了 说这个报名 是 这个 c.com.王.阳光.1 是吧 是吧 它真正的这个报名 是这个 它都告诉你了 是吧 这报名是没有这个1的 是吧 所以说一看 你让那个提示 你感觉好了 是不是 所以说 所以说大家其实 假设我也是第一 第一是新手 我来学这个 你看这个提示就好了 是吧 然后你看不懂个英文 把它粘出来 去谷歌翻译一下 也可以 是吧 是吧 然后它还告诉了 你这个对战信息 是吧 是在这一行 就报错了 你双击 它就会到这里来 它就定位到这一行 是吧 你双击 它就到这一行 是吧 作为我们的程序员来说 只要能够定位到某一行 就认为这个问题 已经找到了 对不对 是吧 是吧 作为程序员来说 本来就这样 是吧 然后你把它改一下就好了 是吧 是吧 你把这个改一下就好了 是吧 是因为你这个intern子 传进去的时候 这个包名写错了 是吧 就这个意思 对吧 然后呢 这堂课就讲到这里 是吧 然后因为这堂课 这个instrumentation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 我要准备分两到三次课讲 是吧 那这堂课上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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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